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这一节直播环节 跟大家跟进有关基建铁路板块的消息 中国铁路总公司透露 今年头8个月的全国铁路已经完成了投资4050亿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两成 超过年度计划的五成 亦是确保年内有7000公里的新路线投产目标 亦可以达到 截至8月今年计划开工的64个项目 亦批服了46个 这一节请来的嘉宾 有耀才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袁智希 Harry 为我们分析整个板块的表现 Harry 你好 你好 其实都听到刚才的一些数字 好像是说 今年来说 目标都预计一定可以达成得到 现在亦做了超过五成多 是否看整个基建铁路板块来说 未来也会有一个升幅 是的 如果你说看基建铁路板块来说 其实如果你说本身 刚才那个消息来说 对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 其实那个的看法 或者是惊喜度不大 但是对于如果你说 这几个月 刚才你说到 刚刚就超过了50% 就是那个目标上面 你想想 本身如果你只剩10月 11月和12月 其余一半目标要在三个月内完成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憧憬 始终我相信 无论是蓝车或是北车 或是其余的基建铁路板块的股份来说 可能裸单的速度上会比较多些 亦都要以本身为何要crash out这个目标 其实都要确保GDP有一定的增速 所以这方面来说 未来的三个月 取得更多订单的机会 亦都比较多些 所以如果你说下半年的前景来说 其实只剩下几个月 我会觉得 以现阶段的升幅来说 可能还未完全反映了 接单速度 其实当然 本身市场对于基建铁路股 近这两个星期 可能那个热情 没有以往那么厉害 但是我相信到临近四中全会 而且本身整个板块上来说 酝酿这么多订单 我想投资者对于这方面来说 前景上会看得比较正面 好的 好啊 谢谢你帮我们分析整个板块的表现 我们看看有关基建铁路板块 现在的造价 中国铁建升五仙步七个四毫半 中交建升超过百分之一 做五个七毫二 中国中铁升超过百分之一 做四个二毫八 中国南车升超过百分之二 而中国北车都升埃近百分之三 做七个一 看到今天势头比较好 走得升幅比较多 就是中国南车和北车 看回消息 近日都分别获得一些海外订单 北车就签订了若干行的重大合同 合共达到64.89亿元人民币 都占了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6.67% 而南车方面都是获得三亿元的订单 就是在印度的新万马一号线的地铁车辆 以及一些维保订单 亦都是第一次获得到印度地铁的维保订单 看到股价今天升埃近百分之三 和升超过百分之二上来 其实未来的势头是否都继续有一个冲景 虽然之前说到合併方面 其实股价方面都冲高过上来 但是那个消息当然就是暂时都未得到证实 那会不会说来 虽然就没有了合併的好消息 但是看到订单方面做得这么好 接下来都有更多的上网空间 现在先说南北车各自的订单里面的detail 其实如果你说今次股价上升 其实主要大家都是看好合约的金额上面都比较大一点 我先说北车 北车今次有若干重大合同 即有几份合同 有64亿那么多 亦都占了上年营业额6个百分点左右 其实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单 但我当中看回 有些是跟金峰科技签 亦都见到一些风力发电的合同 而有些是跟必和必托 矿石车的合同 这些矿石车 大家可能心里想到 应该的毛利不是这么高 亦都有亚根廷的一些动车造 或者是本身的一些备件出口合同 这方面 动车造这边 大家要想的 就是毛利又会高一点点 而西安地下铁路的工程车 我看的形势 亦都是一般般的 就是毛利率 所以说这些合同 不要只是单看金额 要看看里面的细节 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当它本身 本身风力发电方面 佔了整份合同 已经大概接近一半 27亿是其中一些风力发电的设备 和供货的合同 这方面会稍微低过动车造少少 但是又会比必和必托里面 那些矿车的合同上面 毛利率又会高一点 而我猜测 这么多个合同里面 其实应该是亚根廷交通部 内延动车造的合同 毛利率最高 但是合约金额只有7.39亿 所以大概 这次的合同 你要期望它 股价表现上刺激的力度 比较短暂 因为里面的大部分 合同 我猜的毛利 都是一般般的 毛利 所以如果你说 看6199里面的股价表现 看图上 上市高位 上市高位 上到7.09 这些位置 其实今次走上去 我觉得可以试 试7.2 但是可不可以试到 很多大行目标价7.5 我就有少少保留 如果你说 看本身 对于整个走势上来说 未来这样升上去 可能很多家庭观众都会问 还可不可买呢 我自己的形势上来说 现在买 其实你已经见到股价表现 反映了所有的 本身以往的业绩表现 如果你现在买 你是博 我所说的 刚才雪莹所问的 本身 未来会否有更多更多的合同 这方面来说 前景上来说 可以看得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7.5 这些位置 其实机会到处 依然都会有在 但如果你说看回 1766来说 份订单小很多 3亿 而且是印度的订单 所以对于蓝车来说 是有少少啟事性 因为它本身比较少海外订单 但印度慢买的一些地铁维修订单 其实你会想到 这些就是机车组 和动车组 即是高铁的毛利 就差很远 金额上面 亦都比北车来说 是少很多 所以股价表现 大家就不要期望它 突然间会爆上去 以往的高位7.65 所以总括一句 蓝车和北车 如果你在财经的主题上 你会看到 两个都得到订单 股价应该是飙升 但合约订单的内容 是相当大的分别 你刚刚也说到分别在 但也有一件事想再问一问 就是Harry 你刚刚说到 蓝车方面的订单 虽然是小一点 但看到他们都将全年 海外订单的目标 都是升上来 因为之前订全年目标 是去到30亿美元 但现在是调高到40亿至50亿 亦都说 下年海外市场占总体的订单 希望去到15%至20%的目标 亦都说到 再未来远一点的时间 去到13.5的期间 比例更加超过三成 其实未来的海外订单 或者海外市场 都会一路扩大下去 对于他来说 未来的表现 是否有机会再上升多些 如果你说目标上提高 这个对他们的股价 或者看法上来说 是比较正面一点的 但我不会看13.5的这么远的东西 始终海外订单 大家的市场都会知道 未来究竟 例如先前总理李克强去泰国 之后又去到欧洲 之后又去到本身 就是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去推销他的高铁 所以未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就是南车北车会 一些比较大的订单 都会酝酿进入他们 这方面来说 对于投资者来说 可能那个的憧憬会更加大 因为如果你出去 售海外订单来说 主要都是售牧地最高的高铁 就是动车组 所以未来的情况来说 大家如果真的去驳猜 他将会拿到海外订单 风险就比较大 因为那个时间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真的会拿到订单 但是如果你说 问前景 或者比较远的一个看法上来说 我想南车北车 对于观众操作来说 其实都是有时间耗 其实本来的前景上来说 尤其是价格上的竞争力相当高 我相信欧洲或者南美洲 如果继续建高铁的话 其实都会首选中国这些铁路的订单 可能有机会 就是要看得比较长远一点 好,谢谢Harry 你帮我们分析整个基建铁路板块 和南车北车的情况 和你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好,谢谢Harry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